再来,数位乱生花莲来了2022花莲数位艺术联名NFT发表日前举行的记者会 邀请参与创作的花莲孩童和NFT创作者 也就是就读花莲女中的蔡佩熙 共同宣布联名NFT的正式发行 期盼透过艺术创作让花莲数位发展 在网络世界被纪念与记录下来 花莲纪念透过各种方式与国际接轨 配合圆宇宙、区块链以及NFT数位收藏品 花莲宪府19日召开数位孪生花莲来了 2022花莲数位艺术联名NFT发表记者会 由宪府发起合作 特别邀请参与创作的花莲孩童与NFT创作者蔡佩熙 共同宣布联名NFT的正式发行 最值得提的是来自于我们金浦国校我们张校长 我们的孩子呢全校15个同学 NNN就邀请了他们共同的来做创作 而在他们眼里面脑海里面所想象的动物 各位可以看到太空鳄鱼再加上我们的花莲学子 创作了这样子的这么好的想象跟作品 所以这次新政府能够结合了我们的Deniel 以及我们的孩子产观学三个区块 透过NFT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让全世界能够看见 让国际能够看到孩子 也让各位家长跟校长们对孩子有更多不可想象的一个未来 那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图片被做成NFT是怎么样 我会很开心 然后说也有花那么久 终于 终于有获得新的感觉 其实有很多跟我一样就是很喜欢创作的年轻人和小朋友 就是在花莲这样子 只是他们 缺少一个可以发表自己作品的一个平台 那我也很开心这次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然后完成这个项目 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大家看见 我们的这个幸福耶诞城的这个数位圣诞贺卡 就跟我们Deniel才一起来合作NFT 那有组合了我们20个学校 还有200多个孩子的画作跟Deniel 然后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后制 然后能够把它行销成为我们的数位圣诞贺卡 那更希望花莲的孩子的艺术的天分 透过这个平台被世界看到 也让世界看到其实最原汁原味 爱与分享以及包容的圣诞节就在花莲 联名IP太空鳄鱼集体创作 集结近20所县内小学200多位孩子 产出4000张独一无二的NFT 推出限定圣诞贺卡NFT明日盟物团 創作者蔡佩希目前就读花莲女中美术班 以动物为题在由他数位后制 呼应今年华莲幸福圣诞成诺亚方舟 产出具有意义与纪念的数位艺术作品 采判透过数位科技 发掘孩子艺术细胞和提供舞台 让数位更进入孩子的生活 记得蒋帮眼华联士报导 加密码